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用户增长方面 快培链是未来城教育公司 推出的面向4-16岁秦童的在线 一对一钢筋培链产品 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 其于今年5月 开始进行产品内测 并于6月获得第一批种子用户后 正式投入市场 目前快培链用户主要集中在5-12岁秦童 以二线城市为主 三四线城市为辅 通过线下机构和左引流 是其现阶段的主要扩客渠道 根据琴童的学习情况 快培链产品被用户提供 那25分钟和50分钟两钟课程 并根据琴童的学习进度 配合逐课钢琴教师的课程内容 帮助琴童食谱 纠正问题 培养弹琴习惯 每节课程完成后 培链教师将对琴童上课情况 进行与音简平和打分 快培链并分手键入局 在线钢琴培链赛道的企业 VIP培链 每月钢琴 音乐笔记 熊猫培链 又此培链等品牌已布局 对其面临的挑战 快培链创世人陆文勇 认为半线培链市场 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市场足够大 各家企业都有机会 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同时 更多伙伴的加入 也将促进这个行业 变得更加成熟 快培链创世人陆文勇 陆文勇 此前曾在百度就职 创立过O2O洗衣型 业品牌 以代洗 于去年正式开始 关注素质教育 并领锐察觉到了 在线培链市场 脸藏的增养空间 据陆文勇了解 目前在中国幼儿园阶段的学情比例 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小学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初中已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上 而具音乐协会统计的三千万中国情同数量 并以每年百分之十低顿的趋势来看 钢琴培链的市场足够刚需 这也坚定了他切入钢琴培链市场的信心 并希望通过在线教育方式 解决钢琴培链长期存在的练习低效 互动不足 服务空白和时间订阅限制等问题 快培链团队聚集了教育 互联网 艺术领域人才 依托团队运营优势 快速将平台建立起来 并针对教师质量做了严苛把控 目前 其与九大音乐学院教师合作 将培链教师的前期入选率控制在百分之十 教师正式上到之前 还需经过培训和二次筛选 包括试课 阶段考核 正式上方试课和效果跟踪以及家长 满意度评分等一系列环节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规划 陆文勇认为运营能力 业务能力 产品能力和市场品牌能力缺一不可 这四项能力也是考验在线培链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点 作为在线教育与兼职教师服务商 有没有大规模的双边运营能力最为重要 同时产品体验是否足够好 是否具备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和精准营销能力将决定市场地位 快培链将围绕技术及产品层面持续精进 高效潮节双方需求 为用户及教师提供更好的服务 相信配合业务增长 快培链将在2019年迎来快速爆发 快培链本轮投资方高荣资本表示 十分看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趋势 以及技术创新对教学场景的丰富和教学体验的优化 IDG资本对于陆文勇及其团队在商边服务平台运营方面的经验十分认可 快培链创始人陆文勇也表示 除了财务投资外 教育资源 经验共享是本轮投资方为其带来的最大优势 本文由瑞翼记者原创 图片来自快培链瑞翼微信公众号ID 如一应论欢迎分享 留言交流 猜你喜欢VRBKID启动微调战略 数编完 编学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数企业数字教育 行业融资事件 回顾数数字教育机构 如何把握校园合作机会 舒瓦利工厂能否凭借原创策略实现全国布局 一轮完完成C轮融资数 探讨少儿美术教育行业规模化发展及投资机会 输热亚棒球的三步走 市场战略如何落地 数STEM教育 TOPSID升温 入居多年的乐高教育 靠什么方式收割 折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